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就是下疫情啊 然后现在居家生活是正夯的 真的哦 那因为为了就是保护彼此 所以我们就戴了口罩 对 好 现在是怎样 大家都门到脑袋都已经 无伦次了 脑袋有点坏掉 真的 就是说那你最近都在干嘛 最近哦 随剧啊 最近有什么好看的 我都看还蛮久的片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我都看那种什么 步步惊心啊 不 讲错了 步步惊情 步步惊情 然后我最近还看了 唐嫣跟邱泽演的什么爱情睡醒的 然后看这种 你都看那个老片 什么2011以前的那种 你知道我看步步惊心 让他看步步惊情 对 就很瞎 就很瞎 真的 那我就说 其实在疫情期间 其实真的很想要外出 然后现在因为又延到7月12号吗 还是7月12号 对 所以就说大家其实再忍耐一点 其实就就有机会可以外出了 虽然可以外出 但是还是真的要小心 因为免得又大爆发 所以还是不管如何 口罩还是戴上 对 人与人之间还是要一点距离的 对 最好是两个手臂长 对 那我们两个没办法 我们两个只要录 我们如果两个手臂长的话 真的很难剪 真的 对 不过其实也还好 虽然我们两个真的也 没有在接触什么人 没有没有 我们几乎都还好 对 那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下就是 就是宜兰罗东啊 有一个非常好吃的韩式料理店 哦 哪里 是你吃过吗 你要来介绍吗 我觉得我有机会去吃 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它好吃 是因为就是听过很多人的介绍 就会知道说这家应该是很推的 但是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 就是以目前的状况 真的去吃吃看 真的 诶哪一家啊 推荐一下推荐一下 它叫做韩味 韩国的韩 然后味就是味道的味 哦韩味 然后它其实很特别是 它是韩国道地人来开的 好酷哦 他是结婚来这里哦 他就是很像听说是他曾经 就是嫁来台湾 然后可是他的娘家那边还是说他 就是他在当地其实有开一个中华料理店 然后其实在韩国非常有名 就是只要是观光客 其实都会知道这间店 然后都是大推的 嗯 然后后来他就是因为 好特别 没有助手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再回来台湾开业 嗯 后来就是他的堂弟 还是表弟愿意来帮忙他 所以他来台湾把这个好料理 然后留给台湾人 这样品尝 哦 原来是这样 对 其实我有听他的地方很像是在就是路边 所以大家其实是很好找的 他在宜兰罗东中正北路131号 嗯 对然后如果喜欢的话 干嘛你干嘛笑 不是 你讲的就此真的 应该应该不会有人知道 不会吧 你只能可以讲的 我原本以为你要讲 比如说在罗东业是附近什么之类的 其实我对宜兰没有很熟 大地标 但是我到时候会把地址写在下面 如果我刚好住在宜兰附近的人 可以去评测看看 到时候疫情过后 有去宜兰玩的人可以去看看 对因为他原本这个韩国妈妈叫做蒲妈妈 然后他原本是在板桥开店 然后又到木栅 但是因为木栅的房租实在太贵了 就是房租贵就算了 他们住还要额外找 所以其实说一个月的开销 其实压得他们穿不过的气来 那还蛮高 没有电柱合一的那种 后来他到宜兰这边有电柱合一 然后其实他们也就是觉得 这边很适合退休后的生活 所以他们最后选择把这个美味的料理 留在那个宜兰 就等于是飘翔在宜兰 所以每个人 只要是宜兰那边的人 都很有机会可以吃到 其实都有口福 他就说他其实他料理跟台湾料理差很多 就是台湾的韩式料理有时候口味 真的会做的比较台湾人的味道 他其实完全 对他其实完全就是照韩国人的口味 就是你去到韩国当地的味道 其实就是差不多是那样的 我觉得是很道地的那种韩式料理 反正有机会呢 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啊 对不对 真的有机会我们一起去吃 好可以可以 就是拜访一下 那我们先来聊一下 就是我们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 真的是超级无聊的欸 超级 超闷 超想去逛百货公司 超想出去玩 然后超想去夜市吃东西 然后全部都不能做 对 超想去玩 因为吹吹风 欸我觉得连这种机会都没有 就是你连去外面吹吹风 然后很多风景去 其实都有管制 对 就是都有贴风条什么的 没办法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 就是住在如果是住在南头的地方 嗯 其实至少就是很多地方 其实人口没有那么多 对 比起来算很安全 好战就是这个地方 比较不会那么密集啊 是是没错啊 还蛮幸福的 就是可以闻到那个 至少可以闻到一点空气 真的 就是基本上如果你住在市区的话 他们连大楼出入其实都很有风险性 但是如果住在山下地方的话 其实就住透天 其实只要大家保护好彼此 其实是还好比较安全 确实 而且像 像我觉得有时候住在这边 住在山下也蛮好的原因 是因为如果像你在都市 你可能连阳台都没有 真的 我觉得那真的很像监牢 就是如果你的资金不够足够 你只能买那种很简约性的 小套房 甚至像北部不是台北 有一种小套房是 一进去真的只有床跟那个 再走个凉步可能就是厕所 就完全没有床的那一种 太门啦 太门超门的 超舒服的 我真的觉得就是以前的 我们的生活可能都是 家子就是到处去 然后可能就是一定一个礼拜一天 一定会去山上 然后就是去呼吸新鲜空气 然后偶尔一定会去日月坛一次 因为日月坛真的很舒服 很适合骑脚踏车 然后看看海啊 真的 然后吃这附近的美食 就是红茶冰淇淋啊 然后蛋卷 那个超好吃 对超好吃 就在一个那个巷子里面 像什么18号红茶那个 对对 然后外面有一个 有一个娃娃的那个 然后我们每次都很喜欢 骑去那个巷山游客中心 诶 对然后那边就是整个旺路就是 超漂亮的 超美的 诶我真的喜欢那条步道 因为那条步道真的好像 国外的那种风景 它是真的很漂亮 对就是 起过去就知道 还有那个枫叶 然后这样飘下来的 然后现在因为疫情期间 其实很多谈犯也都没有开 那其实你去了 你也没得辞 然后你现在连上厕所都出问题了 嗯 因为现在加油站 几乎都不给上厕所 真的 原本是7元先关闭吧 然后现在连那个加油站都 没有没有办法上厕所 那如果没有办法上厕所 你真的没有办法外出啊 对啊 因为7元不给上 然后表达不给上 真的很尴尬欸 真的 你怎么不可能在野外撒野吧 也没那么多野外 对啊 还蛮尴尬的一件事 真的 那我们后来就是因为 实在太闷了 然后除了看古代以前的影片以外 其实我们最近看了一部还不错 就是Discovery 的荒野求生 所以我推荐你的 那个Discovery的那个 我觉得还可以推荐给朋友们 就是Discovery它有还蛮多系列的 有那种比如说荒野求生21天 然后它还有分那种 无人小岛的 丛林的荒野的什么什么 超酷的 然后那时候 对啊 对啊 超好看的 有一集真的算也是蛮特别的 有一对男女 然后他们 女生可能是家里主妇 然后男生是瑞典人 哦 我说那一集 对 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因为后来生气哦 然后女生还要说要杀了男生 就制作人紧急跳出来说 那这个女生不能继续参加这个节目 对 因为他怕这男生有生命危险 对 但是只要达成是有很高额的奖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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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就是 我觉得最酷的是那个节目是他们要把衣服脱光 就是他们把衣服脱光 还蛮shock的那时候 对就是男女 然后一定都是要把衣服脱光 然后一起求生 他们节目好像固定都是这样 就是每一集都一定会找一男跟一女 对 然后一定就是要把你身上所有人类的东西拿掉 包括衣服 嗯 然后就是一个很原始的状态 然后就参加那个节目 就是你只能背一个包包 可能里面放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那基本上也不能带 你只能带个刀子或什么很简单的东西 刀子或挖镜 对 其余的不能带 但我觉得蛮特别的点就是 呃 在那个节目里面我就觉得说 诶 其实大家为了奖心去愿意做这种事 然后他们那时候第一天的任务就是 他们一定要搭一个小屋子 因为他们没有地方住啊 对 可是他们搭的小屋子真的都很烂 就是遇到那个强风暴雨 就绝对是淋雨的状态 对 像我觉得诶 有一集吧 嗯 我觉得那集他们还比较欣欣欣 因为他们是 他们还蛮有趣 是他们的目的地是无人小岛 然后他们是从海上的时候 就直接被放生了 嗯 然后他跟诶 那个女生跟那个男生 就是那个男生好像是前 美国的那种海豹军队的 还蛮厉害的 嗯 然后他就是他们两个就是从海上 直接被放生 然后他们就在划大概17公里吧 然后到一个无人小岛 那也蛮酷的 对 其实你说那集我现在也有看过 对那一集 然后我就觉得很酷 就是他们两个 他们只有彼此可以就是依靠 所以晚上睡觉知道他们是全裸 然后抱着彼此 对 然后就是可以体验到那种 就是真的是 不哭 就是只有对方可以去依靠 对 他们没有别人 然后他们的 他们烂烂的那一种 其实你的想像说 现在这种这么文明的社会 突然间假设要给你100万美金 然后让你去荒野求生 然后你只能吃虫子为生 嗯 超可怕 我大概踏上去一秒 我就想要离开 你如果是你一定会马上离开 其实我觉得他们最酷就是说 他们最后一阵太饿了 他们吃毛毛虫 然后吃那个 那个生的海胆 然后我看过有一幕 让我觉得超恶心 就是他们后来就类似 就是挖个洞 然后让兔子掉进去之后 他们真的把兔子扒皮 哦对 然后烤了一只 好血淋淋奈目 好恶心 对 他们 奈目我不敢看 他是有搭码吗 没有 他就真的是 他那个皮真的很好扒 就是一丝 然后整个毛就都起来 完全没有搭码 然后就是没有 就看到一个兔子很像没有穿衣服 就是 就是肉色 就是肉色 然后就是兔子的头 还是完整的毛这样子 哦 好不舒服 超恶心 然后他们就是真的荒野求生 就是他们真的就是烤 然后都把肉都烤得焦巴巴的 嗯 你就看不出来那什么东西 然后他们 黑黑的直接上去 对他们就说很美味 因为他们已经饿到没东西吃了 超恶心的 我就很觉得 看我就有一个心得 我觉得嗯 这个 除非你小时候就身上那种原始社会 那不然你很难接受 这样子的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 哎呦默契 其实我那时候看过 有一本 也许你借的书 其实我后来就说 为什么古代人 其实他不会觉得很无聊 因为在古代就是 你一整天可能就是为了一条鱼 你就会补一整天的人 哦 所以一整天都在补鱼就对了 因为基本上古代要求食物不容易嘛 所以你可能一整天都在忙 就只是为了三餐 嗯 可能你三餐只补了两条鱼 当你开始有觉得 哎 比如说你发明了一些东西 鱼网 然后等等之类的 对鱼叉 你发明五月容易的时候 你就会有更多空闲的时间 所以我们的休闲娱乐也是因为 我们吃东西方便 所以我们可以延伸更多的时间 去做别的事情 对 对 我知道你知道说那本 经济小岛吧 小岛经济 那本书算是蛮特别 他其实就是在讲说 古代人是因为真的没办法 他们就是为了吃 所以他们是一直不断的去想尽办法 然后一直去寻找服务 还过剩的时候 还过剩的时候 你就会有更多的时间 去做所谓的空闲娱乐 对 休闲娱乐 那就是休闲娱乐多了之后 人才会延伸到现在啊 我们工作 下班之后我们可能会想说 玩个电动啊什么 在古代没有电动可以玩 但是他们就会想尽办法去做一些事情 让他们的生活是有趣的 对所以其实 我们都觉得说原始人生活好像真的很无聊 可是看了那个荒野求生二十一天 我真的觉得一点都不无聊 嗯 而且好好有危机意识哦 其实我觉得在 因为你你家那个荒野的地方 你真的就是随时 你是都不太能不太能睡 因为你要一直关注就是 附近有没有什么动物的声音啊 对 然后鳄鱼啊 而且他们那边还是有毒蛇的哦 我是真的觉得 哇这制作单位其实也算是 还蛮感的耶 还蛮冒险精神的耶 而且他们最后身体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红红的 然后还有一个人是淋巴肿大 因为真的没办法 对 太多的昆虫 然后晚上一直咬着你 然后因为他们都全的我撞他 还有昆虫 还有一些小小动物 就是撞到他们的身体的动物 对耳朵还是 耳朵或是他们的一些私密处 就是有到的地方都撞 超可怕的 我会觉得说哇 其实在疫情期间 真的如果你觉得很闷 然后很无聊 嗯 其实你不妨可以看看那些 Discovery 因为现在真的没有什么可以看了 像综艺节目几乎都停摆 对 完全停摆 谈话性节目也都停摆 嗯 然后可是你真的如果很想看点什么的话 我觉得你们可以去看Discovery Discovery真的很好看 然后还有那个我最近也因为Discovery 然后我所选到那个 诶是东森吗 就是有一个什么 呃第1001个故事 嗯 那也很好看 就是他他有好几集都是去国外拍的 有的是去比如说拍那个树栏啊 就是有一个地方 然后他就是全部都是那个 就是保育树栏 嗯 然后也是一个树人 然后就保育树栏的一些故事什么的 嗯 然后还有北极熊跟企鹅的故事 然后那几集都超疗愈的耶 我觉得那一集好看的原因是 因为其实那个记者 他也算是一个 他是主播吗 我也不确定 他是对主持人啊 大家好 我觉得他就去过很多 就是很多地方 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 而且他主要都是以动物为主题 对 真的然后就是有一些动物孤儿 才知道说苏兰其实很可怜 很多苏兰他其实是被电线 电缆电死的 对 因为他们他们的动作太慢了 对而且加上他们其实 他们其实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 他们以为那个是延伸出来的树枝 所以就去挂啊去勾着 然后就被电死 然后因为这样子就在非常多的苏兰孤儿 然后他们其实就是有一个类似 动物保协会的概念 然后他们就是会去把这些动物 然后带回来 然后教他们一些求生技巧 因为妈妈其实是会教 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妈妈 所以他们会教他们怎么去在外面生存 然后他们从baby养养养养养养 养到长大的时候 他们就会去寻找一个适合他的土地 然后让他自己去求生 然后他们会去观察他 对 然后我就觉得好可爱哦 因为树兰那一集是 好像其中有一只树兰很可爱 他可能忘记他是树兰 然后他就是会常常就是从树上爬下来 然后后来他的那个保育软源就觉得 就是觉得这样不行啊 因为有一天也是要将他放生嘛 所以就还是会一直把他抓回去树上 可是把他抓回去的过程中 他也是会就是看着你对你微笑这样 真的好可爱哦 对那个人类微笑真的好可爱 我之前有看过一集 就是不是这个你说的这个节目 他们树兰其实是会想要抱人类 然后对人类笑 可是他们有一个规定就是说 如果是在那个孤儿院他们是不可以抱动物的 对对对对 因为他们希望说他们动物还是对人类有一点就是 戒心 对还有害怕 这样子才不会说因为他接近了人类 而被人类猎杀 或是被捕 对 所以他们希望就是说 不管他们是养什么样的孤儿 他们都希望他对人类是有一点畏惧的 哦对 那个系列叫地球的孤儿 然后有一集我也觉得超好看的 就是那个 诶是俄 俄罗斯的中雄 中雄宝宝那一集也超好看的 我觉得中雄宝宝也好看的 我觉得中雄宝宝也好看的 他们也是一样的原则 好可爱 就是中雄宝宝真的好像娃娃 真的好可爱 真的好可爱 真的他不动真的会以为他是娃娃 真的好想养肆 但是不可以的 但是他们就都有规定说 所有的人如果要参观 真的不可以碰他 就是你虽然很可爱 你会想抱他 可是因为你如果抱他 对人类产生感情 你知道他们长大之后 被猎杀的几率大增 所以他们希望说你就是看 然后你就是不要为他 对 然后他们也有一个原则 就是你好像要距离他大概五公尺左右吧 然后而且你在里面是不能说话 只能比手语 就是你不然让他听到人类的语言 然后跟人类很接近 但是他们很多都是自贡没有薪水 就是你都是会靠很多的补助 然后让他们有办法继续做这件很伟大的事情 对 因为他们其实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 猎人在猎杀动物的时候 他们会留下他们的宝宝 那这些宝宝其实很可怜 他们没有谋生能力跟求生能力 所以他们就是会把他们带去一个地方 去模拟他们的环境 然后比如说几度是几度 听说那个是中雄吧 他们刚才只会先用最高温 比如说可能三四十度五六十度 有那么高温吗 五六十度怎么火啊 太高了 所以可能是模拟他OK的温度 然后之后他会把温度下降到零下吧 对他就是好像有三个阶段 然后第一个阶段就是跟人类共存 跟人类在同一个屋子里的那个温度 然后第二个阶段可能比如说从二十度 然后变成十度 从十度再变成零度 第三阶段 他们其实是希望他们可以适应外面环境 才不说早晚的零下太大 其实这些动物也是受不了的 对 然后再把他们放生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 其实他做那个系列还蛮好看 然后也在疫情期间超疗愈 就是看到那个baby啊 凶的宝宝 然后跟树兰真的超疗愈的 真的很可爱 因为我觉得那个很舒服的感觉就是说 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人类其实 对地球其实很不友善 超级不友善 我们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譬如说我们可能需要做家具 或是说一些木头 需要很大量的木头 所以我们就砍伐了大量的森林 然后很多动物就因此没有了提起地 然后他们是可怜到 因为大活森林 所以很多动物突然间都无家可归 然后有的被烧死 我们还看到一只动物是 什么动物啊 你还记得吗 有关树的吗 不是很像是猫头鹰 有一种猫头鹰 嗯 有一只猫头鹰他好可怜 他真的 他的翅膀有一半是有点烧焦的 就是因为没办法一大活无情 然后有一半翅膀烧焦 但是他还活着 然后他就看起来好像很落寞 然后一个人在那种 因为旁边全部都枯木 因为大家其实都被烧的差不多了嘛 然后他就一个人在那边走来走去 就觉得好可怜 就好像一个孤独的老人一样 在那边走来走去 我就要嘲笑 他那个 他的那个背影真的好像老人 真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 其实人类其实是 对地球最不友善的 然后像我 我看到一集也是还蛮 觉得心里还蛮酸的 就是有一集是那个黑熊 台湾黑熊 然后 然后他那个保育人员也是觉得很奇怪 就是他们已经尽量把他们 就是训练完之后要野放嘛 然后野放 他们已经尽量找那种 真的是超级超级偏远哦 比他们原来就是前期野放的 还要再更偏远 嗯 结果没有想到 就是每一次都还是出状况 就是一定会有被夹断那个手掌啊 一些陷阱啊什么的 嗯 对啊 就是误入那个 那个什么 猎人的陷阱 可是我说真的 我觉得人类其实 我看到一幕其实也蛮残忍 就是说 这些像熊啊 他们的皮 然后他们可能就做成标本 或是说像 在国外冬天真的很冷 他们就是 一个皮的售价 就那个画面真的很残忍 就是他们是 整个脸 的头部 不知道是留出来 是用特别用一些东西去 装饰 就是真的很像一只熊 然后就是正体 然后头部看起来真的很完整 完整到 嗯 每一只熊 其实他们被裂杀 就是很像都是被裂杀画面 他们嘴巴都张开的 然后那个表情看起来就是很痛苦 很无辜 很严慎的感觉 真的很无辜 对 然后就被裂杀 然后那时候有说 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 譬如说熊皮 其实售价其实是 七千多台币 七千多块台币 对 其实我就觉得 其实听起来很像 也很廉价 但问题是 你这些动物 其实你这样杀害他 其实你真的盖得下去吗 或是 你真的能把他带回家吗 真的 就是保暖 就不管披在你身上还是干嘛 其实我觉得 好不能接受 完全 完全 因为有时候你看到就是 就我觉得这是一个事情的两面 就是你看到另一面是他们去采访那些 那一集叫什么俄罗斯的中雄之父 你们可以去看 那个中雄之父他就是 他其实原本也是猎人 猎熊的 可是他后来就是因为想要保育 这些突然就是有保育者的这个行 所以就是变成中雄之父 然后去保护很多那个没有爸爸妈妈的那个小熊 被猎杀的 然后就照顾这些小熊孤儿 然后把他这样这么努 这么用心的要保育 可是另外一面确实就是很多人在猎杀他 其实我觉得就是 其实人类是就是让很多动物灭绝的 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大家都只是为了自分立 在疫情期间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 因为很多人因此失业了 也有很多人因此就是工作变得不稳定 那虽然大家都会面临到生计的问题 我知道其实都很辛苦 也会有面临到很无聊 真的很想要去做点什么 可是真的很怕染疫 所以基本上你也不太敢出门 其实很多很多事情都被阻挡掉 那其实你就可以开启YouTube 然后去看看这些事情 就是你可以关心说 你就是世界啊 你是一个地球上的一个居民 那你就是可以去看看说 这世界上有什么可以关心的 对 真的你可以就是打开 你可以就算学习一个丰富 就是丰富一个知识 然后丰富你的现在的视野 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很多人不能出国 那你的资讯来源一定都靠网络 对 那你也许就不妨就是花个一两个小时 去了解一下这个世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看完真的都会 还蛮有感触的 然后像是 欸北极雄那一集你有看吗 其实有一集我也印象很深刻 就是说 哪一集 他们就是你知道南极其实冰层一直在融化 然后那个主持人到那个南极去的时候 其实就是突然间就是有山崩的概念 雪崩 然后又突然间有一块就不见了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然后危险之于就是说原来为什么这些冰层很重要 因为冰的下面他们会有一些绿藻 对藻类 藻类然后他会有一个他们所说的零虾 然后会有很多动物来吃零虾 然后因此这些动物就有这些丰富的藻类可以吃 然后也算是丰富他们的健康 但是问题是只要冰层越来越早就没有零虾 对然后所以就是很多的动物他们要迁移到更冷的地方 然后在添移的过程当中他们太累了他们就死掉了 然后死掉的话就留下他们的小孩 那他们小孩没有人喂死也饿死了 也饿死了 因为像上次他有那个主持人有讲一个数据 我觉得还蛮惊悚的 他说曾经就是因为那个就是没有办法获取食物来源 然后导致那些妾子能游更远更远更远 对 然后好像将近有在一次事件里面将近有15万只企鹅 因为这样子死掉就是因为太劳累了 然后又都因为有很远都是海嘛 没有陆地又没有食物就饿死了 可是我觉得我看到一只企鹅真的蛮可爱 他很像就是说他们动物大千里的时候 他自己来到一个陆地上他来看看看 他有很像很像一个导游的概念 他就是左边看右边看他就看看说 嗯这个地方适不适合我们的 适不适合我们生存 然后他互捧银扮过来这边 平时还蛮有趣的 其实我觉得人类只要就是环保做好 就不要再破坏环境 就是动物他们可以生存的时间很长 因为其实动物链嘛 就食物链也是很有关系 如果今天一个动物他可能灭绝了 那下一个动物也有可能会跟着灭绝 那人类的生存其实也会因为这样的受影响 嗯真的因为像就是环境我们真的都会觉得好像还好 嗯就是可能就是反正平常就是多拿一个塑胶袋好像也还好 真的可是没有想到就是我们就算不捕杀这些动物 可是我们每天都拿那么一个塑胶袋都烧这么一些不好的物质 都会影响全球暖化 然后影响冰层冰层融化 然后冰层融化又影响到他们的食物链 其实我们人类是真的一直间接在导致他们毁灭 真的但没办法就是人类就自以为他们的方便 嗯所以就会导致就是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说在疫情期间呢 就是大家可以多多看Discovery 对哦真的好好看哦 这才是重点 真的真的我还看到有一集是Discovery在讲埃及吧 埃及一些古文化 其实我们可以来讲一下就是说疫情如果真的解封 然后大家都很平安的话你想做什么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主题耶 真的你想做什么 真的如果真的解封的话 我真的我想很想重去看歌剧 嗯就是可能是其实什么剧都可以就是可能一个歌剧 或者说那种比如说呃我其实很想看那个莫斯科舞团 嗯 或罗斯莱的那个什么葡萄钱 然后或者说我想看芭蕾舞 对就是剧团那种我就很想去看 我想看歌剧妹 哎那个很久才来一次耶 我觉得疫情结封之后我最想做就是我想要丰富我的人生 就是我可以希望可以去健身房去运动 然后做之类就充实自己的音乐以外就是可以跟着自己 就是可以跟着自己想跟人 然后做想做的事情 嗯就是我觉得 就是跟朋友来聊天去聚会 对真的很重要 他就做很多活动 就是不要再浪费任何一分一秒 就是每一分每一秒其实都很珍惜 然后因为疫情突如其来的疫情就是导致很多的生活改变的 对对所以我就说如果疫情解封的话 我真的会很希望去做包 我想做的事情都做一遍 嗯 然后就是很开心的 然后不计后果这样子 嗯 感觉再一次疫情给你的 那个启发的后劲蛮大的 因为真的很希望就是 嗯 一定要把很多 因为很多事情想做但都做不了 嗯 因为疫情嘛 人与人之间其实是没有办法太多的连结 对真的 对那如果疫情解除之后 其实我应该会想丰富我的社交权 嗯 对对因为我喜欢人群 因为我觉得因为 这一次疫情真的给大的那个震撼太大了 嗯 所以如果真的疫情解封之后 我也不想浪费一分一秒 就是想做什么我就会立刻去做 对他常常在写article 所以就好想封住他自己的文章 就是你才要夺去接触很多人事物 对啊因为最近那个什么就是很多书也不能看了 然后很多节目也都停步 就都是重播 都是重播的 这article都没有灵感 真的我们 podcast也没什么灵感 因为真的都没有什么资讯 真的没有 就是有点像是资讯都被公主桌的新闻 永远每天都在报疫情 嗯 各国的疫情我真的没有办法看到其他的新的东西 完全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我真的觉得太可怕了 真的 所以我希望就是疫情可以快点结束 然后大家都平安 嗯 然后有机会就是大家想做的事情都可以如期完成 对 好了那我们下次见哦 祝福大家 如果喜欢我们记得帮我们按订阅按赞跟分享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